本文为文君来文化工作室原创,未经允许不得转载与应用。 本文理论依据,中国中西医结合男和学乐起皇之道,某苍生之福,欢迎走进京城明义会,结扎手术,是一种常见的男性绝育手术,经典的方法,是在男性阴防两侧,分别做一条长约1.5到2厘米的切口,解剖由离长约3厘米的输筋管,切出2厘米,大残端结扎,然后缝合皮肤切口,五天之后拆线。 这个方法,用直接的方式,阻断了精子输出的通道,精子的输出通道被切断,女方怀孕自然就不可能了。 但是,在很多男性看来,在自己的弟弟和蛋蛋上动手术,怎么听怎么像从前的阉哥,矮了一刀的男性,是否会出现性功能障碍呢? 这件事,还真的好好研究一下,其实,结扎手术,就是在输筋管上做文章,和其他组织并没有关系。 研究发现,结扎术后,男性的高丸生精功能和性激素的分泌,不受任何影响。 术后是将的高通水平,垂体促性性激素的分泌,经验中营养金子,所必需的果汤浓度等等,几乎没有改变。 高丸组织学检查,也没有异常。 这些都说明,输筋管结扎,不会影响性功能,但是,事实却给人啪啪打脸之感。 临床发现,的确有些人在书后感觉到性功能受影响了,其中最主要的表现,就是勃起不充分,甚至阳尾。 这是怎么造成的?细细说起来,有以下几个可能。 第一,的确和结扎手术不成功有关系,输筋管结扎后,可能会出现痛性结节,复高预计症,慢性生殖到了炎症等等。 有些卫性欲减退,性胶疼痛和勃起功能障碍,虽然这类激发性的起质性病变,发生的几率很小很小,但是毕竟存在,我们应该客观承认。 第二种,血管性病变,内分泌疾病或者全身其他疾病引发的性功能障碍,恰好出现在结扎手术之后,也即使说,患者的性功能障碍,本身和结扎手术不挨着,是因为其他因素导致。 但是出现的时间却恰好在手术之后,这就给人以结扎手术影响性功能的影响。 第三种,试探性生活失败,就是说,有些患者,虽然被告知结扎手术不会影响性功能,但是内心深处依然存有疑惑。 为了打消疑惑,他们在术后会很快尝试夫妻生活,然而,术后短期内匆忙上阵,会引起手术局部地区的疼痛或者不适。 这样一来,男性心头的疑郁或者担忧增尖一层,如此恶性循环,最终造成精神性的阳尾。 第三种,源于男性对结扎手术的抗拒心理,实事求是的说,有些男性接受结扎手术,是无奈之举,并被本人愿意受传统观念影响。 接受手术后,他内心的自尊受到打击和影响,觉得自己不能生育,不是一个完整的男性,和胎界差不多。 于是,很大的心理包袱,影响了大脑移植功能,使之紊乱,最终形成功能障碍。 第四种,高枕无忧,后动欲无度。 有些男性在结扎后,害怕妻子怀孕,的想法彻底消失了。 于是,性欲增强,性活动愈加频繁,动欲无度之下,可能引起男性脊髓性中疏疲劳,形成补起功能障碍。 不过,实事求是的说,大量实践表明,男性结扎手术作为可靠的绝育手术,对男性的性功能基本上不会产生大影响。 而且,随着技术的发展,结扎手术也在不断改进,其可能带来的弊端,也在逐渐被攻克。 所以,我们不能对他抱有拒绝和否定的心态。 请问完,您意下如何?请在评论区畅作预言,本订阅号微信平台JNYM2016开放,欢迎您参与讨论。 感谢观看 ует...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